按 elementos要 northern goats 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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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ello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给大家讲的甘比 相信每个人都知道的 长刀弦系列 对吧 他是属于一个系列 正常来讲 讲长刀弦的话 都是紫塞拉的那一个鱼类钢笔 或者平顶的那个平顶天罐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两个系列 号称是那个最接近毛笔的钢笔 1913是这样子 就是说写了中文教 1911年成立的 日本第一支钢笔圆珠笔 还有那个不沾末毛笔 基本上都是来自那个杀佬的 不沾末毛笔应该是叫 粤语叫那个科学毛笔 也就或者是说那个国内的话 普通话就应该叫钢笔式毛笔吧 或者可以这么去 或者这么去讲应该OK 我觉得 然后通常的话 长刀弦都是属于一个金箭钢笔 基本上是没有那个不锈钢箭的 号称手机界的iPhone 可以是这么去理解 因为不难万宝龙什么来比吗 就是说正常人可以承受的范围 对吧 就他本身也是属于比较贵的 通常价格是这样子 是那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普通的是1600人民币 对吧 如果是台币的话 应该是乘以4 也就是说 6400台币 港币的话 差不多是2100左右 2100港币这样子 那通常差不多这个价位 当然也有别的版本那就会贵很多 比如说那个活塞版本的对吧 活塞版的一个长刀弦对吧 那一下子就可能上1000港币 800人民币对吧 4000台币 差不多是这样子 这个是长刀弦是什么一个意思的 先跟大家讲一讲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打磨 本来是这样子 打磨一个长刀的技艺 后来写了公司的一个人叫做长元宣义 长短的长平原的圆宣布的宣 那个中意的意义 然后把这个东西应用在一个钢笔尖的打磨上面 然后不断改进 然后出现就现在图这张的一个刀 就你看到那个本例 是有点 它不是正圆形的 它是有点像刀锋式的这样子一个笔尖 然后后来就是说 很多人都试过 都说很适合写一个书法钢笔 就写一个书法 那所以后来就以那个长刀键来命名 也就变得现在这样子这么有名 但这个的话反正粗细的话是这样子 分成那个NMF 第一个单N 第二个算M 第三个是F 然后呢是NM 然后是MB 就跟那个拉米2000一样 然后最细的那个NMF的话 就是说比较贵一点的 但其实NMF和MM的话基本上都很难分辨 因为除非你真的还是那句 你不是说很多是钢笔 你就那么两只的话 不用在意说什么 哪一个跟哪一个 就是说如果差别不大 就随便它了 我觉得因为你反正还是要用 对吧 然后再下来的话 普通的话长刀键 基本上就像这样图 这样子 笔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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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总成再加一个吸摸器 是吧 然后这一张是那个品顶款的 就刚刚说的一个鱼垒 鱼垒有大小鱼垒塞了 然后还有那个品顶天罐 那就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系列 你可以这么去讲 塞了这个东西 这个品牌我就不细讲了 后面如果在你们有一个要求 我再开一个 就我在做 就这个系列 然后呢 长刀键通常是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笔声上面做文章的 另外一类就是说在笔尖上面的一个做改变的 通常是这样子 笔声上面做文章就增加笔的一个收藏价值 比如说南米奇还是日本的七细笔 我一直想讲七细笔就是说在笔声上面下功夫 然后这里的话只想 就我自己的话只想就说一下长刀弦的一个不同的笔尖 首先分两种新长刀和老长刀 新长刀就是指长元宣役退休前所做的那些笔 就是老长刀 新的话就是他儿子长元幸福的一个 就是说长幸福就他儿子做那套的限量笔 从外形上面看 老的长刀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原论一点的 新的话就相对来讲更像一个刀锋 通常是这样子 但两者其实书写没什么大的差别了 因为网上我收过很多文章其实都这么说 其他的话如果你是收藏的对吧 老长刀会好点 但是如果新长刀书写上面 毕竟他品控会更稳定一点 差别就在这 一个收藏价值比较高 一个更适合就他品控特别好 就日本比嘛都知道品控不会太差 然后其实就比肩有那个乘数之分 长刀的普通普通款的话就单层肩 对吧 单层以外还有双层还有那个三层 对吧 双层肩又叫那个十字肩 通常价格就是那个6000朝上 三层肩就非常恐怖了 日本或台湾如果折算成那个人民币的话 就这样子 刚刚说6000也是人民币 我正常算的单位都是用人民币 反正就是人民币对吧 乘以120%就是120%港币 然后乘以4台币差不多这个价 然后还有店面的本身那个利润 其实差不多这个 你就反正就前后10% 就是说比如6000了 那就可能是说是5400到6600 这样子 你们差不多这样算这个价格就OK了 然后那个的话 有因为每个地方价格不是稳定 好我们回到正题 如果是刚刚说的那个三层肩非常恐怖 为什么1万加就最少1万 那为什么那个怎么讲呢 其实他们差别其实怎么讲呢 实际效果没有差别 但是为什么差别那么多 那么多呢 怎么讲呢 你们看这样图就懂了 正常的话 其实这么多层嘛 好的道具的确会这么多层 但是如果比的话 我觉得有点夸张 当然三层的怎么样 会粗一点比起单层的对吧 但是呢 功能上面反正就是说你正反面都能写了 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差别了 正常日用的话没什么大问题 当然写中文呗 写英文的话我不认为是非常合适的一根笔 品控上面是真的不用担心太多 如果现在你买新版的话 夏末如果说不稳定的出现这种情况吧 正常应该是那个略知墨水的一个结果 因为怎么说呢 你如果买一根1600以上的钢饼 你怎么可能舍得用几块钱的一个特殊墨水了 对吧 墨水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讲 如果你们想听的 再给我留言 但是 长刀的通常是双层间 单层间也不多 三层也不多 通常双层比较多 然后书写 然后下来我们讲的一个书写效果 书写效果是这样子的 普通的长刀基本上是人 如果就汉字书法来讲 基本上是秒杀其他的笔 就是国外人是通常就简单的 就是说把长刀就当成 就是我之前有做过一些 有讲提到什么 关键笔或者美工笔 其实长刀是很多国外的一些老外的话 他们直接就把这个就玩爆了 就认为长刀已经OK了 其他就不用了 然后就这个的话怎么讲呢 长刀反正你第一次上手 怎么说 有书法基础呢 会有比较好的花灰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还是需要磨合 因为你喜欢长刀以后 你再用其他钢笔 你更需要磨合 因为就跟那个弯箭笔一样 就是说你用习惯这个了 你还是要别的一样 要适应 一个适应时间这样子 然后下面看到这张图 长刀的地方就怎么样 它直接就可以写出不同的笔画 因为正常你要知道 我们需要把笔件批刹 批刹以后才有不同的粗细 美工笔的话 也有点像美工笔 就是说通过笔杆的那个角度不一样 就可以写出不同的粗细 那长刀的话 因为它本身打力 本力的打磨方法 然后直接一写 就能写出像基础图这样的一个不同粗细 然后如果你是买21k笔件的一个批刹的话 长刀鲜的输写效果会更上一层 就是说本身长刀鲜再加21k的金坚 最典型的就是说写了的21k大鱼雷 因为我记得小鱼雷是14的 大的是21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 因为你是写硬笔 所以就是说下面这张的话 长刀鲜所书写的笔画 总体呈现出来的横粗 树细的特征 这张图就非常明显 你能看到横的比较粗一点 树的其实现在看了好像差不多 但你们细看点 树的那个的上末其实是很极限的 就写下来的时候 然后其他的有看到就说 他能出一个什么 看到这张图很完美的一个什么锋芒港 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笔锋 当然我更喜欢 我更在是一个自的形体 当然很多人他更在一个笔锋 我觉得都行吧 个人性格不一样嘛 对吧 因为我不太喜欢太多笔锋 因为这个感觉攻击性很强的一个字 如果你拿长刀鲜写OK 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 如果或者礼器 卫碑等等的字体 也应该是很好的 应该是可以很好的去驾驭 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你拿那个长刀鲜 那通常所写的话是怎么 就是他写下来字怎么样 从左上到右下的笔画通常会比较细 这是他的特征 也有可能是不足 但这个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调整好角度 基本上就OK了 反正就是记得左上到右下 通常会比较细 你自己就能看得到了 所以说正常的话 就你很可能我估计这个笔要 正常的笔我通常用是三个星期 这一根我估计有个叫我用 我可能要用一个半月这样子 怎么想 然后另外一个要讲两个东西 就是说行书和那个草书的 就属于那种纯粹的快速书写的话 他有一种微微的阻力感 就而且你他这个本力吧 你也不用担心说他会挂子 这样子 因为他的本力打磨方式 你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个 英文书写方面反正就是不是很稳定 说实话真的不太很稳定 这样图你们就能看得到了 然后反正就最大的好处 我认为就有一个真的要跟你们再强调一遍 就是说不挂子 如果你买Nami Selfery的EF间的话 那个真的挺挂子的 说实话如果你子字不是很好的话 然后最后总结一下 长刀弦是属于一个汉字书法神器的 这个是实至名归 但是他是书法神器 而不是书写 而且你真的要写跟毛笔那种 就是说你要写说跟毛笔一样效果 不太可能 他是神器 但他不是真正为了书法而创造出来的一根笔 大家要记清楚 就是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万能的东西 就是说他真的是神器 但神器你懂得 我说这个神器是什么意思 好 今天的干笔讲解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给我点一个订阅 或者去我的Facebook专页上面点个赞 有什么问题留言一下给我 然后让我知道怎么去改进 好谢谢大家